三位文女、三位姑娘 相信你們也看過很多古代武俠片 愛情片,身為香港人也有看過 你們有幻想過自己生活在古代嗎 不僅自己喜歡穿古裝 他還認識了一個唐朝的將軍 這麼誇張?那是屍體 不知道,是活生生的唐朝將軍 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們請她出來分享現代古代故事 但你現在是甚麼朝代 唐朝 所有事情都很堅硬 她真的好像坐時光機 我是唐朝,我是公主 但我叫Chermaine 對 我希望三三可以叫我南嵐 南嵐?南嵐公主 她希望三三可以叫我南嵐 因為她很高地位,所以要找她 南嵐公主? 對 我想問三三在你的年代 是屬於甚麼職位 三三應該是一個 浪藥殘兵、張燕 走門口那些嗎 港書佬? 港書佬 摺書人 港經那些嗎 摺書佬 坐在大榕樹下那些 棄子? 不是吧,太監不行嗎 這個… 這是甚麼 不是手工衣服嗎 阿棟嗎 不是,張光是穿馬甲的 那些是刀春筆戴著頭頭 很長的,兵馬勇… 兵馬勇,是嗎 對… 你喜歡兵馬勇,會動的兵馬勇 走過,就說你好,你也是唐朝 你這套東西很厲害 怎麼確定張光是唐朝 這套衣服是寫著唐字 每個朝代的規格都有點不同 我拍公司有個節目試過 我試過了 我跟保錡拍攝節目想起 你穿過衣服嗎 不是衣服,只是肚兜 保錡穿衣服,我穿肚兜 原來我也是玩這些東西,古代人 對 原來你是先驅 先驅是香港始祖,香港肚兜始祖 扭到你五樓也聽到 是 試一次,她有多大聲地說電話 我試? 對,你有多誇張 我正在上來了… 梁子,我回來了 太晚了… 好 她不可以來香港 她說動飲加6元,她會生氣 對,我們真的很難成為一家人 為甚麼?因為不能吃牛扒